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善 我等我的小伙伴他们两个都下来以后 他们两个都不想走了 所以就在旋亚村底下住宿起来了 有人说凉山的物价贵 就带你们看一下这边凉山的一个物价 前面那个地方就是阿图利尔村的那个牌子 这边有一个旋亚农家 这个旋亚农家他就是从阿图利尔村搬下来了 这个地方可以停车住宿吃饭 停车的话 因为考虑吃饭住宿的话 停车是免费的不像那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不吃饭也不住宿的话 停车也是10块钱 住宿的话是他们这边一个双人间 这一个房间的话是100 100的话他这个床长度是2米宽度是1米5 然后并一下的话就变成3米了 所以我们三个人就住一个房间 相当于这床是这样 反正够大的 难得的话是没有太大的纠结的 中间睡一个 两门各宿一个 这是一个住宿的 一个房间100 这是这边停车 停车10块 以及住宿的一个价格 他这个房间有单人床 有单人床 有单人床 也有双人床 都是100的 接下来带你们看一下吃的 他这个住宿的一个环境的话 就是床 没有洗漱的 洗漱的话对面有个温泉 就是我之前泡的一个温泉 他们这个地方还有菜单的 带你们看一下菜单啊 这个菜单看一下炒素菜的话是15到20不等 炒荤菜的话是30到45不等 面的话是13到15 然后汤类的话也是15到20不等 还有这边有特色菜 这边特色菜的话都是稍微小贵一点 而且好多是按照金的 比如说酸菜鱼啊 酸菜土豆鸡啊 他这边都是按照金的 不是按照粪的 所以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嗯 这个小猪的话是一整只猪加工 加工羊的话380是一整只羊 这只是加工费 不是一只羊380 千万不要看错了 这边是他的一个厨房 厨房里面的菜还是挺多的 那是豆角 这是白菜 这个是葱 黄瓜 那个是 也是豆角 这个是一些青菜 我喜欢吃番茄扫蛋 今天晚上想点个番茄扫蛋的 但是他这边没番茄了 所以我要去镇上买个番茄回来 就是一个的重量是0.9 0.9千克 接近 接近2斤 接近2斤 0.9就是1.8斤 7.4 1.4 7.4 然后3个的话就变成1.4 再拿走这个 变成1 这个蛋尔刚才称的时候是009 这是一个西瓜 一个西瓜的话是3块5一斤 一公斤的话是7块 然后这个能 称出来是8.5千克 17斤 这是三个番茄有出印册的 是0.9 虽然这个番茄小贵蛋还是买了 因为他们这边没有 所以番茄炒蛋是我要自己炒的 他我不我怕他们这边口味容易炒差了 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今天晚上点了4个菜 带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番茄炒鸡蛋 番茄炒鸡蛋我的特长 所以这个菜我要炒 点了一个炒这个莴笋叶 还有一个是回锅肉 这个是回锅肉 这个的话是青椒炒肉丝 他们这个肉是要化冻的 放在冰箱里都冻成一块了 还没化开 菜还没准备好米饭已经做好了 这是米饭 已经闻到米饭的香味了 那个菜现在还没炒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车 这个电动车是一个神车 我的这个车 它是一个五元一五零的 然后买的是一个二手车 花了三千块钱左右 他的这个车是一个电动车 他这个电动车的话是 怎么说 两千六 但是很多人会在纳闷 他这个车为什么要挂个黄牌电动车 电动车挂黄牌的话可以上保险 挂了安排的话不方便上 之所以说他这个车是一个神车 不是他这个车的其他部分是这块电池 这个车是两千六 买的一算是赞助的 这块电池是八千七 主要是这块电池 这块电池的话能够跑四百公里 他车载的本身电池的话能跑个六七十公里 主要是这块电池 也就是说他这个车充满电的话 跑个五百公里问题不大 我那个车跑个五百公里的话 大概需要一百块钱的油 他这个跑个五百公里只需要充一天便 一百块钱住宿的话 你随便找个行李什么什么的也用不了一百 这就是他这个神车 关于我这个车的话 他严格来说是跑不到 一百块钱跑不到五百公里的 主要就是因为我的体重是一百多 加上我的行李的话进两百斤 我的小伙伴的体重是一百五 他的行李加后包厢的行李的话也是两百 也就像是两百公斤 但是我这个车本身的重量的话 自重的话是一百二公斤 也就是说我把摩托车上面垒了一个摩托车 这个150的摩托车每增加一斤的体重 他的油耗的话是从虚箱上增加的 单一一个人的话 跑五百公里 一百块钱的油问题不大 现在不行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最近油价涨了 我不知道你们关注了没 前两天我在河南加油的时候 油价的话是 七块多 到凉山这边已经涨到九块一毛七了 这三个是老板娘炒的 不仅仁美炒的菜也好吃 接下来一个饭鸡小的就给我了 来我炒了 这我擅长呢 我炒了你就不用拍了 我炒的话你就不用拍了 现在菜已经做好了 斑鸡炒蛋 青椒肉丝 炒锅笋叶 然后再来一个灰锅肉 原本是三菜一刀的 现在只能炒四个菜 我昨天晚上把这一块 来来来来 你给我哦 我据我 吃点 一块鸡蛋我炒的 什么地方 那都是老闆娘炒的 你怎么上厨了 怎么上手了 我不喜欢他们这边的口感 我发生鸡蛋 他们把鸡蛋和那个番茄成熟 我都说有好吃吗 我都说有好吃吗 这三个菜怎么样 老闆娘 吃菜了 那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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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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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藏住下了吧 今天让老闆娘你炒菜去 你这一圈 你从这边转西藏 从西藏去新疆 然后呢 新疆回去啊 走萝卜锅 就茫阳 要走那个 干哪 茫阳 茫阳走那车 我要转到齐连山 转到那个河西走了 因为我们也走过那边嘛 走四手之路嘛 走四手之路嘛 走四手之路过去 走到嘉育关区 嘉育关区 那你走玄奘之路嘛 刚好走西安边下来一圈 你吧 大家好 刚好 你们参加两点 是汉宙 嘛 他的意思是 中国你走了几个省 走了几个省呢 反正没这边 我看一下啊 广东 福建 湖南 湖南 江西 湖南 浙江 上海 江苏 湖北 湖北 湖南 湖北 湖南 湖北都去了 东北没酒 东北 河北最快没酒 东北 河北最快没酒 南方的省很多 广西没有去 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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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不是 上次开会 不是 上次公司那个 那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 开哪里去 还带着上费 我从来不喝酒了 遇到相应的 带着上费去山亚 也没这么自己玩 就在酒店呆那里 然后到海边转了一圈 我们是直接去开会的 门不上去玩的 我们睡觉这个床 它是够大的 这个床 它是长是2米 宽是1米5 并起来的话是长是2米 宽是3米 三个人是够的 吃饭住宿 扎在一块的话是2百亿 平均每个人70 今天晚上就这样了 明天的话我们从这边往西仓方向走 拜拜